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无依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捕草快被割去 又如青菜快要骨干 离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以耶和华为勇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名如正乎 你当诺然依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入戚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做今天来做牧 昨天我在跟家里面吃午饭的时候看到遇到一个朋友 一个美国朋友 那么这个美国朋友呢 刚刚也听过 刚刚我们说的Dumma Carl的 他的所谓的音乐 那么我就告诉他 他说Dumma Carl 下人们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交配王 那么他就跟老师阿姨去拉的时候 哎呀 不得了啊 这个人啊 他一拉那个大提琴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汉堆流出来的 会有点震动的 那么我知道这个肯定是那个上帝 看过他的手啦 感谢主哦 那好 今天我再来讲 讲那个 不要心怀不平 还是讲这句话 那么当我们说不要心怀不平的时候呢 那么 真的是讲来讲去又讲不完的 然后相信我当然不能永远讲下去了 今天是讲几个 讲几个的道理在里面 第一个是深入忽略散蛮邦 那么我们知道在很多年前 大家都记得 都记得了 对不对 当时来说有大概是25个左右的美军 那个美军是什么美军知道吗 是海军的那个所谓叫海炮特赌部队 对不对 那么他们就在从那个阿富汗那边呢 就乘坐了四架的飞机 就进到巴基西坛 那我们知道是萨拉奔拉登的 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是也由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联手跟海军一起来 攻入了宾拉丁的大使 那个豪宅 那么我们知道 那天是美国总统也看了 我们也看 他们有句话说什么 not easy day 那天是飞机降下去的时候 连走进去的时候 他们上方都交火了 那么我们知道 只不过是数分钟而已 就杀死了好多好多的独播分子 包括是萨拉奔他本身 他的儿子 还有是他的媳妇 他的那个所谓的bodyguard 还有是那些被抓起来做人 就盾牌的那个妇女都被失毙了 对不对 这些照片是挺想意思的 很精彩的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行动 整个行动里面 比如说是花了四十分钟时间的话 那么兵范们曾经来说是开枪想抵抗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头部重弹 重弹的受身亡了对不对 那么当时来说在夫妻里面住的一些居民都说什么呢 哇当时来说很多那个枪声啊 还有是有一声巨声大响爆炸声音 对不对 啊就很这个 当时来说那个 他那个宾拉奔的太太小老婆 最小的老婆很年轻老婆对不对 对那天就很吵很吵的声音从远方而来 他说哎呀要下雨了 下雨了 那么下雨了吗 我们看看一杯关枪了 他说哎把灯开了 当时来说哇 那个宾拉奔是非常非常的警醒的 他说 Tir off 把那个灯把它关掉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激进的 非常厉害的 所以美军美国想杀他 十年少找不到他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了 在后来一声巨响啊 那么就让我们知道美军里面 就有一架这样的飞机 就在啊 就因为机械的员故了 出故障了 对那么就啊 损失了一架飞机 对 好 第二点 你们想过美军啊 所谓的夜船敌人啊 就得去把奔登杀死的 是为什么 他们可以成功呢 为什么他们偷袭可以成功啊 当我们看那个照片的时候 就觉得是挺厉害的 美军对不对 哦 原来是美军呢 他当年 他是贵公益什么呢 美军平时来说的训练有数啊 他有很严格很严格的训练 当然也知道是那些美军本身 他的体格是特别特别好的 对不对 我们说训练有数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说这些特种部队是很激紧勇敢 讲的时候很勇敢的 对不对 可能会失去生命的 对不对 也我们也知道是他平时来说是付出很大很大的 他带下去训练对不对 还有啊 我们知道是美军 美国的军队是全世界 最有拥有最先进客具的一个军队对不对 我们说这是什么是言为的成功对不对 是言为成功对不对 不是那个其他人不是言为的成功 好 今天我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记录 大卫也夜闯离营 今天我给你们讲这个 那个这个呢 就是讲什么呢 这个跟刚刚我们所说的是完全的不同 为什么呢 大卫夜闯离营的时候不是靠刀枪 也不是靠根器 也不是靠麻痹 乃是靠什么 乃是靠信心 乃是靠什么 是靠耶华上帝的同在 对不对 好 弟弟妹啊 我们知道 大卫主委我们看这个 三国的记 上二十六章的时候 看得很清楚 是大卫呢 跟另外一个勇士呢 是偷偷摸摸的 这两个人而已 都偷偷摸摸的 就进到索那个扫罗王的兵营 弟弟妹你想想 挺有意思的 他进去以后呢 大卫跟那个勇士 没有杀死任何一个生命 没有 我们知道跟刚刚我们所说的 美军去巴基西坦上 并拉登是两个不同性责的 战争的 争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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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 今天 这天呢 是敌传 敌营的时候 是一场什么的争战 是一种以善 圣恶的 争战 争战的 四点零六个月 那么长的时间啊 所以圣经非常的注重这个人 因为我们也知道 耶稣基督是从大卫而来的 大卫的后子而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大卫是有一个很出名的记载什么呢 他靠着神也发生地呢 击撒巨人勇士 哥尼亚 对不对 我们点一个意思 就是那个大卫当时说好像小孩子一样 这个小孩子一样 当时那个巨人呢 是当时来说是拥有最先进的兵器 那个我们看大卫的时候就有一块石头 还有弹弄而已 对不对 瘦瘦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可能是我相信大卫那个时候就十五六岁左右了 我相信呢 对不对 他去征战的时候打赢了 对不对 打败了费的敌人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时来说那个哥尼亚呢 哥尼亚是让那个整个一系列人 真的是很恐惧的 他每天都在那个 那个一系列的兵灵面前呢 去那个所谓的挑战 没有一个人出来挣战 一个人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很害怕 但是大卫把他打死了 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把他打死 这个弹弓对不对 然后呢就一下子就打中了那头 有时候看到看到一些的图画 我觉得这个哥尼亚真的是有点像冰那灯那样子 也是很多糊子的 也是那个地方中东那些人来的 所以 当大卫打败了哥尼亚以后呢 那么在那个以色列的整个国家里面就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看看这个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中夫女主舞蹈唱歌说 少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当时就是这样的样子啊 中夫女主跳舞唱歌对不对 说少罗杀死千千也不错 他也是我们的王 但是大卫这个小孩子更厉害 他杀死万万啊 因为那里面都可以看圣经里面就知道了 当时少罗王族很生气 身为愤怒对不对 然后他说一句什么的话呢 他说我不喜欢这句话 什么叫做少罗杀死千千 少罗是大卫杀死万万 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而已 圣经说什么呢 你看圣经里面说什么 从那天开始少罗就入侍大卫 少罗那种的妒忌去追杀大卫 大卫那个时候不得不四处的逃离 逃难啊逃啊逃啊 圣经里面讲什么 大卫还要在什么 在人的面前装疯装傻 这样的方法可以混过方逃命啊 那里面少罗是谁啊 有的少罗是当时的王 也是上帝高利他做王的 但是他是一个恶王 他没有听上帝的话 后来上帝就高利了谁 高利了大卫做王 但是那个时候大卫是小孩子 对不对 听你意思的 所以还有什么少罗是谁 少罗是谁 少罗是谁 这个少罗 你看这个少罗 还要追杀大卫 这个少罗是谁 大家可能还 不是不记得 可能还没有想到 他是大卫的岳父啊 他的女儿是家 他的女儿是家给他的 还有什么 他的儿子 但是他是大卫的好朋友啊 还有什么 还有大卫 那个大卫曾经帮助少罗啊 赶鬼啊 他把那个大卫是少罗的所谓的救命恩人啊 是少罗是大卫的岳父啊 这好像我上一篇所说的 雅各也 雅各的那个岳父是谁啊 拉奔了 那个奔 拉奔了 对不对 拉奔对不对 但是丁姐妹 少罗入世大卫要杀死他 所以丁姐妹 大家知道我讲那个 不要心怀不平文讲的第四次啊 我也感谢主啊 是 你们所唱的歌是刚刚好是配合我的讲题 丁姐妹 在大卫心中呢 他有个朋友 所以是谁 第一个是雅各 他一想雅各的时候呢 就很深深的有感动 为什么他岳父军杀他 那个雅各他岳父也是亏待他 对不对 迫害他对不对 所以声音有同感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的人物是谁呢 大卫是非常非常的 在他们心中的英雄 就这样说了啊 那么就是积淀 听里面谁是积淀呢 有没有想过啊 谁是积淀呢 那我要告诉你啊 第一个是 我先讲 我在鼓中一下雅各的 那个悲惨的情况 是他的岳父的字 佩戴他 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 这几天我在思考啊 一个问题啊 大家一起来想啊 那么当时也说 他岳父了 那个对他 那个非常亏待他 越待他 还有是改他的人工 对不对 改十次 那么第一天 你跟我们 跟我也一样 对不对 一定会祷告 对不对 如果我们心中受冤枉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受那个 迫害的时候 我们心中一定会跟神说 对不对 那我们想想 其实呢 很多人也经常说 十次 天叹十二次 结果是一个数字而已 其实可能不止十次 那么想想 第一次 克太太太的时候 我们想想雅各 祷告 父神让我被剪人工 克太太太 我是被剪人工的 那么好 上帝有没有说话 有没有想过 圣经的有记载 不过我们去思考 上帝有没有说话 好 我们说 上帝没有说话 那么第一次 第二次的时候 雅各又被剪人工 他又告诉上帝 上帝我好辛苦 天天加班 他还是加我的工资 那么上帝有没有说话 大家想想 上帝有没有说话 那我们想想 上帝有说话 第二次说 嗯 嗯 嗯 好 嗯 你这样 哦 那么雅各就说 你听到我说什么 对不对 然后雅各很高兴 同时以后 都会见到光明了 对不对 但是后来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又来了对不对 雅各你想想雅各 跟上帝讲什么 雅各会跟他说 上帝他又来了 他又来了 上次我告诉你 我以为你第一次没有听到 第二次你说 嗯 第二次你说 哦 第三次 我也跟你说 你说 好 上帝你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出手呢 对不对 然后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三次 你想想 第五次第六次 第八次第九次 雅各在跟他说 在跟神说 跟上帝说 上帝我又被捡人工了 好辛苦 天天加班啊 每天都不是睡两个小时而已啊 店里面想想 上帝说什么 你说 上帝会说什么 我知道 当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会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有灾难在后 有苦难在后 我们的人生当中 你在祷告 你在祷告 我想跟我们 一定会跟人在祷告 我没有钱 交学费 我没有钱 交租 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 怎么办 上帝说 哦 你再讲再讲 上帝说 我知道 你说 哇 上帝真的是 真的听到了 那么后来呢 第九七 第十四 第十一次 那边他的岳父 再来 越待他 那么我们想想 雅各说什么 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 雅各在祷告 对不对 在祷告的时候 上帝说什么 上帝还说一句话 哦 我知道 然后雅各在祷告的时候 他说 哦 哦 我知道 对不对 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在困难的时候 你没有家可归的时候 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非常没有困难的时候 你病的时候 你痛苦的时候 你靠上帝上的时候 哦 我知道 那么你会有什么 有什么思考的 有什么想什么呢 第一次在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吗 其实来说 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真理在里面 雅各有没有灰心双致 没有 雅各他知道什么呢 如果神说 哦 我知道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知道 雅各知道更重要更重要 更重要 真理是什么呢 是神之道 还有是神与我同在 对不对 听见没有 我们要学这个功课 神与我们同在就可以了 所以少罗 不断地去追杀大卫 追杀 那个大卫 没有办法 不得四处去逃难 逃难逃难 听见没有 所以大卫就写四篇三七篇出来 听见没有 他大卫 是的 他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这个 很佩服雅各 但是我们说什么呢 雅各跟大卫 大卫比雅各更上一层头 我们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说青出一难 而生一难 对 好 那么大卫呢 另外有一个人 他心中的英雄是谁呢 是基点 有没有想到基点是谁 谁是基点 原来基点是以色列国中一个很大 很大一个勇士 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老师 是在大卫出生一百五十年前 对 是基点 为什么大卫是那么的喜欢基点呢 原来基点 维持着基点呢 就站在高山的时候 然后高山的时候 他在高山的时候 是好像大海一帆的敌人在里面攻击他 但是我们知道 耶和华上帝 在梦中 在意见当中 就告诉基点说 基点我告诉你啊 你起来 告敌人的真理 对不对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你 对不对 那个基点当时还听了以后 很不舒服啊 为什么 我就聊聊五几个兵丁 对不对 当时还说 基点有几万个兵士 对不对 但是上帝说 我不要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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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几个就十个而已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说 如果你很多人去打仗的时候 打赢仗的时候 你会说什么 因为我们有肌肉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飞机 有打炮啊 我们的客机非常成功 对不对 但是你就挑选几十个你的勇士 就下去就可以了 当时还说 啊 上帝那边说什么 我把他们成交给你 啊 哇 当时基点这个将军呢 我们知道 一抬头一旺 说 我们刚说好像王虫一样的敌人 好像大海一样的敌人 那么那么多 对对对 当然我们知道了 后来 啊 啊 那个 啊 那个神说 上帝跟那个 祭奸说一句话很好 啊 他说 如果你很害怕的时候呢 那么好 你就带你的补人 其中一个补人啊 下去就可以了 为什么 带你的补人下去的时候呢 啊 一方面你可以 撞你的胆 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听到你的敌人说什么 你就会 啊 会勇敢起来 啊 啊 啊 好 来 丁连妹 二十个章里面 就讲到这样的 啊 讲到说什么呢 说 啊 施义婆人 到基底啊 见少罗 说 大卫不是在旷连前的哈吉拉山床中吗 啊 就原来呢 这次呢 啊 我们知道 这个谁是拉那个西佛人呢 谁是拉西佛人 原来西佛人呢 打小报告 谁是西佛人呢 西佛人原来是大卫的同村的同胞 是他的乡亲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人不是投机小人啊 啊 啊 是要讨好那个少罗的时候 啊 就告诉少罗啊 啊 你要追杀了 大卫在什么地方啊 每次都是他告诉少罗 如果我们要去看看 如果二十四章 刚刚我在看二十四章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 也是西佛人 他专门打 打报告 专门投机小人 对唯利师徒 当时在二十四章 四章的时候呢 当这个西佛人呢 一看到大卫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都要告诉大卫 到少罗 少罗 少罗 你要追杀了大卫在哪一个地方啊 在先天恩中 或者在乌人呢 去追杀吧 啊 告诉那个 那个少罗 当时在二十四章是什么呢 当时那个少罗 啊 马上起来 你看一下 马上起来 啊 带了一系列人中挑损了三千金兵啊 哇 那个时候大卫有 他没有多忙 他就大堆的朋友跟他一起来 啊 所谓的混来混去 啊 因为什么呢 他要逃难了 六百人左右啊 但是 少罗带了三千个金兵去追杀吧 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这次也是一样 每两次都是带三千的金兵啊 金兵是什么 是特别的部队 啊 是刚刚我们所说美国的海报啊 特定特的海报的 叫什么部队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中国说什么特警啊 特别的警察 对不对 那不过挺有意思是什么呢 啊 当时来说 啊 那个大卫呢 那个少罗呢 带了三千的金兵 然后到什么地方 到了西伯的旷野 要在那里 要寻找大卫 要追杀他 啊 要追杀他 然后当时来说我们知道什么呢 啊 后来他们就经营了 啊 在二十四章里说什么呢 他说 扫罗是因为去小恩导达 那个事官导达 包括说 就是大人追杀他 对不对 当然因为羊有三千 不知道 然后在圣经里面也知道了 啊 那个时候在扫罗去追杀那些人的时候 突然间啊 想 他就要去大便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逃 他就走到这个山洞里面去 圣经说 他去到山洞里面去大街 啊 大街的时候 这个山洞啊 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去 里面有没有去那些山洞 山洞有些很大很大的 我曾经去过广西 广西 我们看一个是山洞 刚刚发现的山洞啊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呢 里面可以装一两万人的 啊 在里面的时候好像一个大的建筑一样 好大好大的空间啊 一两万人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来说 大卫就 床在这个洞里面 多少人 六百人就床在里面 啊 当时那个扫罗呢 走进去 大街里 大街的时候 当他蹲下来的时候呢 那时候大卫的垂崇了 那时候士兵啊 就跟大卫说 哇 王啊王 你看看 这神把你的仇敌 亲自地 交在你手里面啊 信任是可以 任意地带他 时间到了 我们知道 上帝讲什么 大卫就拿起到 拿起到来 他没有把少罗 追杀他的人 把他脑袋割下来 乃是什么 他去少罗的 把他的裤子里面 割一个角落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就拿出来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什么大卫 那个少罗就出去以后呢 那个大卫呢 那个大卫呢 就出来 就出来 当然我们知道 刚才说 大卫去叫那些崇崇 千万千万不要上少罗 他说什么呢 他说少罗是年华所高的 不能杀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我们看这个图片 这个是大卫 这个是少罗 然后呢 当他出来以后 他没有发现他的裤子 把人的抱 他的衣服 有一个角落不搁下来 对不对 那个大卫就跑出了 他的衣服 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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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都没有想到啊 其实我可以杀你的 但是我没有杀你 因为你不是我的敌人啊 这个是王啊 王啊 我的主人啊 对不对 当时来说 神明说什么呢 当时来说 少罗就大声放声大哭 就对大卫说什么 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以善待我 我却以恶待你啊 听听没 还有我刚刚就超像 因为主要什么 在二十四章二十节是什么呢 当时 少罗亲自 对大卫说 当时少罗是王啊 他告诉大卫说什么呢 他说 你要以后必做王 你是王啊 你是以希腊的王 以希腊一定是 会被建立起来 是在你的手中 他就讲一句话 第二点呢 我们想想 少罗他真有慧改吗 他大哭啊 他大哭 想想 所以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还能说 如果我们在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或者是我们 大哭说 我们大哭不一定是 我们会改 他都想 这个 当时来说 弟妹妹 少罗 是不是会改呢 不是 那么少罗的眼泪 是什么的眼泪 也是这个图 最好最好解释 是恶鱼的眼泪 第二点呢 给我们一个真理 是什么 言只有悔改 听我说 言只有悔改 但是没有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写到你的心中的时候呢 你的眼泪是不值钱的 我再想一次 言只有悔改 而不接受基督的生命 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的眼泪是不值钱的 不值钱的啊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呢 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让实际加成为我们的生命 来致死我们 自得老我的时候呢 我们的罪一定是死灰复燃的 好 我们来看看啊 就是说少罗 在旷野前 哈基拉山 在道路上安寅砸寨 大卫住在旷野 听说少罗在旷野里追寻他 对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呢 大卫知道很清楚的 就是他来了 然后呢 大卫这个时候 有什么反应 一点点面 我们刚刚二十四章讲什么呢 大卫听说少罗在追杀的时候呢 他就逃避 他就忍耐 他就什么呢 他就等候 但是呢 这次呢 他没有了 他不是等候了 他不是说逃避了 不是逃走了 是什么 他打发人去探厅 知道少罗普人来到 地点面 这里这个时候 有没有想过 这里是什么意思 地点面 圣经里面很宝贝 每一句话都很有意思的 这给我们功课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要忍耐 有时候我们要等候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做功 对不对 这得知道上帝 上帝给他 给大卫 知道今天要做功了 所以我们也一样 所以 大卫就打发去探厅 知道少罗普人来到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大卫 有非常大的改变 这次呢 他一点都不恐惧 大卫一点都不恐惧 在之前呢 他恐惧恐惧什么 可能被大卫 被扫罗杀死了 这当然刚刚我们所说的 那个雅各祷告啊 哎呀神啊 我被欺负了 我被开佩了 但是神好像没有回应 或者神只说 哦 yes 我知道而已 所以把那个大卫 身材不同了 他一点都不生气 来什么 他也没有方丈的逃避 来什么 他真的说什么 你看他说什么 大卫就起来 到扫罗安宁的地方 然后他看什么 看扫罗和他的元帅 尼尔的儿子 加尼尔 睡躺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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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扫罗安宁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还是有三千的清精兵啊 啊这里有多少个 这里就六 可能一百个 能够几十个而已 如果有三千这样的特别的部队 保护 保护那个扫罗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我们看看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图片告诉你们 让我们知道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你看看扫罗就睡在自重营里 百姓就安宁在他的周围 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叫自重营 自重营是什么 自重营是什么意思 自重营是什么意思 自重营是很豐富很传卑的装备 很多装备的不是一般的 自重营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看啊 把那个大卫对 现在我们看啊 刚刚我们说 基建 就是上帝的派 告诉基建 去找一个人跟你一起下去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大卫当时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敬畏 敬重一个基建将军 对不对 他也讲这句话 大卫就对客人 雅西里勒 西路加的儿子 越雅的兄弟 雅比赛说 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呢 雅比赛说 我里去 今天你们在这里 我们想想啊 刚刚我们所说的 啊 你 那个什么 叫做 雅西米勒 当时来说 大卫有六百个 六百个精兵 啊不是 他从六百个在 在跟随他的位 但是他只是 交选两个人 哪两个人 一个是 雅西米勒 第二个是 雅比赛 这个两个人 都不得了的勇士 不是等贤之辈啊 对不对 他们两个都是很厉害 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些人当中的豪杰 对不对 所以 当大卫 在六百人当中挑选 这两个人说 爹爹妹 这两个人是不是有何等的光流 对不对 是有何等的蒙古 对不对 但是来说呢 我们在这 我们看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什么呢 他对雅西米勒说 你要要去 当然讲了以后呢 真的没有回来 但是来说 为什么没有回来 因为他害怕 害怕 雅西米勒当时来说 是脱过了机会 他失去了 失负神的机会 对不对 失去了屠夫的机会 他可能害怕 害怕什么 圣经没有说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他可能害怕是 他刚刚结婚而已 或者是 他的儿子 根本还是很小很小 对不对 但是来说呢 他就产生了恐惧 不过呢 雅比赛就不是这样 雅比赛就马上就起来说 我可以去 我同意去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一样 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要当神 让我们有个机会 去施奉他的时候 我们不要学什么雅西米勒 我们要学什么 学雅比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看 医师和大卫 就同雅比赛 夜间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看看 我跟这个路 讲一点点东西 在圣经里面 整本圣经里面 只有一次出现了雅西米勒 一次而已 然后呢 整本圣经里面 从此以后 就没有讲到 没有提到雅西米勒 但是 雅比赛 社圣经里面 这个是第一次出现 然后呢 在后面 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出现 出现好多好多次 所以我们看到 在神眼中里面 有价值的是 事奉上 如果 如果我们 失去聚会的时候 就等什么 圣经里面 很有意思了 他就把这个人 就等这个放下一次而已 马上呢 就等死以后 就没有了 其实这告诉我们 一个证明 是我们来说 我们要真实聚会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看看呢 那意思呢 大卫的都跟雅比赛呢 这意见里面 要去的 百姓的 你哪里去 对 他都溜进了什么 溜进了扫罗的营党 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啊 啊 啊 什么回事的 对为什么他要 所谓我们中国有做什么呢 啊 自己继疲 把战摆上面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探 探 军情呢 啊 那个才有用 对不对 好 我们看另外是什么呢 这看见什么 看见扫罗睡在自重营里 他的枪在头旁插着地上 啊 啊 亚里亚里尔和百姓的随着他周围 你可以想象 有三千个这样的精兵啊 在你旁边的时候 真的是 啊 所谓的万无一事 对不对 你现在如果今天 啊 讲了实话 美国总统出去 出去的时候 都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 保保家 对不对 如果在中国大陆里面 一些省长啊 什么长啊 啊 他们出去的时候 只不一些点的 Pearson 一点点的兵兵而已 但是赎罗出去的时候 睡在自重营里面 有三千个这样的人保护他 保护他 然后他保罗 那个扫罗 让这些兵兵保护他的时候 大卫去看 看到了 哇我们讲什么 大卫当时还说 跟雅比赛 是好大胆啊 胆大抱天 他们在晚宾 如果启动他们 有一个醒起来的时候 不得了 一定会把大卫杀死 一定会把大卫杀死的 所以他们是送去湖口 但是他们是蛮有信心的 他带一个上帝给他的使命 到这个地域里面去 他目的要从来要去 扫罗王的领地里面去 权食一番 然后呢 有一个目的是 表明他的权食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看啊 雅比赛当时还说 他们看着什么呢 看着少罗 睡得好像猪一样的 雅比赛就对大卫说 你看看 现在神啊 已经把仇敌 敲到你的手中了 你看看啊 然后他说什么呢 我们看像什么 求你勇我拿强 将他刺透在地 一刺就行 不用再刺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当神雅比赛就讲这句话 你看上帝已经把他的伤兵 放在你手里 让我来让我来 让我来把他杀死而已 一刺 就一枪他就死掉了 不用两枪了 对不对 所以里面我们看这个时候 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功课什么啊 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经常说 你们有什么 说耶和华上帝 让我去杀死他 其实第二点没 是不是神把少罗放在大卫的面前 是的 但是是不是神叫大卫杀死少罗呢 不是的 当然这个是大卫他自己 甚至发出来的一种的 一种的善心 对不对 他没有 是吧 好我们来看看 那个大卫说什么呢 大卫对亚比赛说什么 不可害死他 不可害死他 有谁伸手害耶和华受高者 而无罪呢 当然我们知道 少罗的 他的命呢 好像猪一样 他尽管他也是一种太人 他也是以色列人 他也是耶和华上帝手 高昧破的 因为他 他没有把上帝放在他的心中的时候 他这个生命其实是不值钱 对对 好像注意 但是上帝是爱他了 对对 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说什么呢 大卫又说 无几座农生的 涅槐启士 他或被涅槐击打 或是死去到了 或是就占正王而已 所以这里看到什么呢 大卫很清楚知道 他不能越权 因为三地可以让扫罗死 什么时候死 怎么样死 这个是三地的事情 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干涉 三地的主权 大卫不讲清楚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为什么大卫是神心中的宝贝 圣经家说他是神心中的宝贝 你看看这里 他说我在涅槐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涅槐的苏高者 这里看什么 大卫他很有分寸 他是在忍耐在等候 他相信什么 涅槐神会必为他做事 他有没有心怀不平 没有啊 他有没有纷纷复入路 分纷地发入 没有 然后大卫说什么一句话 你看他这里 说什么 因为他说 现在你要 要不晒 你把他头旁边的枪 还有水瓶拿走 拿来 我们就走吧 因为大卫也知道很清楚 神的时间 那个才是最好的 神的时间比较早一定好了 神的时间比较不会太早 也不会太迟 所以他就点耐 再等候 等候也要花时间 所以弟弟妹 我们知道什么 大卫 所以到今天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的名字叫大卫 David 好多好多的千千万万一人叫大卫 David 大卫是蒙神许悦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蒙神许悦的 大卫最蒙神许悦是什么 有没有想过 最重要是他为什么蒙神许悦 这个是帮助我们什么呢 帮助我们学一个功课 要蒙神许悦 神许悦你 神就不能比你去努力更好 我们看看这个是很多人 放在我们这句话 会放在你心中 他说什么 其实大卫最重要最蒙神许悦是什么 他说 他是不是他说 他是精卫也很华 他知道是智慧的开端 他知道大卫知道应是自身者便是聪明啊 这个就是大卫的最聪明的地方啊 所以听众看到你 Jose 如果一个人缺少均为神听我说吧 如果一个人 尽管你信耶稣信了多久 如果你缺小或是没有敬畏上帝的时候呢 在属灵上面呢 在属灵方面呢 恐怕还没有开始 所以说是开端 是自卫的开端 是聪明 所以当我们不懂得敬畏 也有话说呢 其实我们身边还没有开辞 我们身边还没有开辞 好 我们看看适合结束什么 大卫就从少罗的头旁拉起 拉纸枪跟水瓶 两个人就走了 这次他没有害他 原来说什么呢 没有人看见 也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醒过来 都睡着了 因为耶华使他们 惨惨地睡了 这个给我们有什么功课呢 然后耶华是管理一切 他管理我们生命 管理一切在我们生命当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他是在管理的 你想想在整个病灵里面 几千个病灵啊 对不对 没有人看见 也没有人醒过来啊 是偶然吗 不是啊 是耶华上帝一样的沉睡啊 对不对 海边里面 我们想想在三千个精灵里面 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起来去消费 我们知道很多人不是喝水喝多了 喝酒喝多了 对不对 还一定会起来 对不对 有这三千个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失眠啊 什么人失眠 睡不着 没有一个人睡不着 没有一个人呼呼打睡啊 呼呼呼呼在睡觉啊 对不对 这三千个精兵是不带罗精兵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看什么呢 神是创教天地的主啊 是管理一切神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看怎么后来怎么办了 大卫也就回来 过来一遍以后呢 就走了 走了 他就站在山顶上 走在里面 说 与他相离圣远啊 然后大卫就在大叫 大声的呼喊 百姓跟女儿的儿子 你女儿的儿子 亚里亚说 亚里亚里亚里亚儿啊 你为何不讲话啊 当时还说 亚里亚就说 你是谁在这里朝我们的王水教 第一个人在这里说 如果你去过山区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去过山区我知道 我去了云南的时候 我知道 你可以站在这个山头 跟另外一个山头讲话 可以讲话 但是如果这个另外一个山头 要跑过来这个战斗的时候 要很久时间的 有些人他们说什么 要不跑几个小时 一天才可以到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 当时大卫都跑到山顶上的时候 跟雅比赛 拿起这个枪 拿起这个水壶 大声地喊 然后他的奖兵都很生气 当时还说 大卫都跟他说什么呢 你不是个勇士吗 在以西的中生 谁能比你呢 这里看到什么呢 大卫就跟中生说 你大勇士吗 然后说还说什么 民众有人进来要害死王的主 你为何没有保护你的主呢 他讲这句话 当年我们知道 这个大元帅就说 谁说的 哪里不可能 我们有三千个精兵 保护我们王 但是其实是真的 我们可以今天来看 比如说 如果乌巴马 如果乌巴马 他的所谓的保镖 他如果是睡着就要说 那不得了是死罪 当时也是死罪 所以大卫当时就讲什么呢 你这样是不好的 我只能永生的神 耶华提示 你们都是该死的 You begin to die 你是该死的 因为你失去的责任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这里 后来他说什么 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的主 就是耶华的收告者 你没有保护 然后说什么 然后说 现在你们来看看 王头旁 还有水瓶 在这里呀 你看看 你还在这里呀 所以 好 我们就说 下次讲怎么说 以善生恶 以德抱怨 但是再说 那很吵缘故呢 把那个扫罗就听出来了 他听见有人吵 他就出来了 然后扫罗一听 他知道是大卫的声音 是他与世的声音 对不对 就说 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对不对 扫罗听见了 他听见以后 他知道 上一次二十次事实上的时候 是很清楚 大卫可以割他脑袋下来 但是没有割 对不对 这次也是一样 他知道有一件恒割 八十一发生 他知道什么 神已经把他的生命 交在大卫手里面 但是大卫跟上一次一样 没有加害他 没有 你看这里 你有意思 你看看 一个是大卫拉起这个枪 一个是水壶啊 大卫说什么 主啊 我的王儿是我的生命 也是我啊 是我啊 然后他说什么 大卫 你看大卫说什么 这样喊感 对喊感的一句话 他说 我做什么 我手里能做什么恶事 你 我的王儿 你为什么要最敢 无缘就对杀我呢 对不对 大卫大卫 你可以想象 大卫当时的时候 大卫这样的语调 跟他说话 对不对 然后他说 大卫说什么呢 说求我的主 我的王听 如果是耶华 激发你 攻击我的话 愿耶华 受到祭品 听得里面就是 大卫的废虎之言啊 听得里面我想这里 是说 王啊王 如果我得觉上帝 我愿意受惩罚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说 如果是神激发你来杀我 我愿意受惩罚 那里的基品啊 我愿意受惩罚 我愿意死啊 但是不是啊 如果是 人激发你说 愿他在耶华面前送救主 我愿意他先进 先进是追赶我 追赶我的赶出我 不用我这些话的 残山有份 说你去 侍奉别的什么 听得里面 当我们听这句 这句话说就有 我们可以想象什么呢 大卫是带着眼泪 说这句话的 说如果是 人的挑拨 而你要把我的迫害我 不要我侍奉上帝 他先说又那个人是被咒着了 他就这样子说 你看看大卫 说什么 他说现在求王啊 不要使我的血流在流离 野华远的地方 店里面有没有想到这句话 我上方可以 把所谓的来帮助我们 大卫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说我身为主的人 死也是为主而死 我们中文就说 身为你的人 死为你的鬼的呗 我身为主的王的人 死也为主而死啊 我王啊王 我利沙大志向啊 我利沙大谋 我一生也为主 为主也化生存啊 活着啊 然后听你们 这个大卫再讲这句话 我们看下说什么意思 他说以色列的王啊 这个是扫罗最后一次 这圣经里面讲说 最后一次去忠告扫罗王 最后一次的 也是这句话 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的话 他说什么 以色列的王啊 扫罗王啊 你出来寻找一个跳蚤而已 如同人在山上列取一个结构而已 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想过 我想解释给你听 我昨天一直思考了三点 差不多三点钟 我才思考这个问题出来 因为昨天我家里面有点事 我的妈妈是孙子 我要去开整个小学车去和她 当然我带宠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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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Grandpa的教训了一天都在教训我们 我们看看 讲什么 我们看看 这样我们都知道 这是对我们所说的句话 这句话是对扫罗王所说 最后一次中道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 说什么 他说以色列王啊你出来寻找一个跳蚤 打电灵命 当他是一个王的时候 他应该做什么 他要管理国家大事对不对 他要管理整个国家 他要管理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上帝对不对 走向光荣走向繁荣走向什么 走向荣耀的道路对不对 但是大卫就批评扫罗王 你啊 你就好像做一个王 但是你寻找一个跳蚤而已 你说 丁丁妹是不是 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对不对 还有说什么 你看这里是什么 如同人在山上列群一直借过一半 丁丁 你们想到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一个王的时候 你有很高贵很高的身份 丁丁妹 你跟我都有很高的身份 真的真的 你跟我都有一个很高贵很高的身份 是神给我们的身份 这个身份 我们来讲是我们来说 当神把这个身份给我们的时候 把一片的土地把整个千山万水都给我们的时候 千山万水 我丁丁妹你没有去过王山 你又没有去过长白山 我去过这个地方 长白山是先三连山 三连山 三连山 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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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拥有这个长白山 但是你拥有这个长白山的时候 你上山去找一个小气呼 这结果是什么呢 一小鸟 很小很小鸟 丁丁妹 这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呢 是说你有神的身份 你有王的身份 你是神的后颖 但是你所注重的是一个小鸟 小小的熟识的十足的追求而已 所以当时我们来看看 这句话是什么 扫罗说 我追了我的儿大卫 你可以回来 因为你今天看儿生命为宝贝 我并不在加害于你 我是糊涂人了 我大大错了 这次我们看扫罗 我又向大卫应罪 这次应罪 大卫相信他吗 不相信 起码有点不同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在第一次的时候 他大哭 我的儿大卫 我的女士 你真好啊 哭 这次来说 连哭都没有哭 所以大卫也不相信他 没有 不相信他 然后大卫说什么 你们看看这里 大卫说 啊 王的枪在这里 啊 啊 王的水平在这里 你可以把 请 交一个不愿来这里 把拉走酸啊 啊 爹里面是真的 如为一个人呢 爹里面 一个人 我们报过我们救徒啊 我们多次受责打 受灾爱 对 或者是我们很多很多次 我们受的很多的恩典 神的恩待啊 但是来说 我们如果没有灰感 没有去感恩的时候 那么神会再一次的祈祷我们 啊 啊 啊 所以啊 啊 是真的抱怨他 啊 那么二十四节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里啊 啊 大卫说什么 他说今天我看过你的生命 看中你的生命 他没有说了 好 我们做教育 我今天不杀你 你也不能杀我 他没有 他知道 他不把希望放在人的手中 他把希望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耶华的手中的内 他说什么呢 愿耶华也看中我的生命 他没有说 我今天看中你的 你也看中我 你说多么就没有转折的内 愿耶华也看中我的生命 并拯救我脱离一切的烦难 大卫是看上帝 不是看人啊 我们看看啊 有二十五节说什么呢 这是二十六节里面最后的一节 很宝贝的证据呢 也少少了对大卫说什么 我而大卫啊 愿你得同 你必做大事 你也必得胜 意思呢 大卫起心 少罗也回到他的人处 二十六章的二十五节 是圣经里面 记载少罗跟大卫 最后一次的简化在这里了 从此以后呢 不记载了 然后又记载什么 记载少罗后来很悲惨的被打死了 是上帝收他的生命 然后呢也讲什么呢 大卫后来成为一系列的王 然后呢 耶稣基督的 从这个大卫的后裔里面 都生出来了 所以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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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经常说 主说什么呢 生怨在我 我必保证 所以弟弟妹 不要心怀不平 弟弟妹 把那个大卫 他的一生是什么回事的 在风筝当中呢 他退样 在误解当中 他承握 他被攻击的时候 他不反击 被压迫的时候 他不回首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当然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给我们说 在交户里面 在交户里面 你有分针的时候也退样 在交户里面 有误解的时候 你要防止沉默 你在交户里面被攻击的时候 你不要反击 你在交户里面被压迫的时候 你不要回首 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很清楚一句话说 任凭主路是最好的 所以弟弟弟妹 最后呢 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 扫罗他有兵丁 他有全兵 但是耶和华上帝离开了他 他一点平安都没有 弟弟妹 如果上帝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有平安的 尽管你拥有千千万万的财产都没有用 大卫呢 四处的逃跑 但是有上帝的东西说 他就蛮有的啊 好 那么求生帮助我们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把那个生餐呢 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给生餐 那时间了 我们把这杯拿起来了 那边拿起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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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刚刚摩尼带领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感动 最珍贵的角落 最珍贵的角落 当你有最珍贵的角落的时候呢 你就有很温暖的 珠贵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其实我们把这首歌 变改成什么上帝 谢谢上帝的残忍效忧 使你照亮我的天空 谢谢你与上帝的分享 我要把你把神放到我心中 尽管我们人生里面 在夜里面有时寒冷 但是因为你的同战的缘故 我们的交情 我们的游行 是最亮的明星 从此我的生命做 从此的名利 我们先唱一首 我们一起唱吧 做了一句话 就觉得 谢谢你 谢谢你 照亮我的天空 谢谢你 很相信 请把我放在你心中 夜里有时寒冷 我带着你 我带着我心中 尽管我带着我心中 有心是最亮的心 我地上的宠 是美丽 在你过夜里 你下风 都是你哭其中 当别人住在看歌路 我会伴你在左右 一起向南天盘步 向白云招手 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 千万年终究得也懂我 你有最尊贵的笑容 请为这个饼祷告 父上我们在这里是把这个饼带在你面前 当我们领这个饼的时候 就预表着你给我们生命 预表着你跟我们同在 父上当我们有你的生命的时候 尽管我们在人生可能是好像大会被迫害被追杀 好像是雅各也是一样被欺负 但是我们把你的生命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美的角落 那个角落就是我跟祢 祢跟我同在 我想祂求祢帮助我们 今天到了枫叶上去的面 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饼 圣经里面讲 有点很重要的是一句话 耶稣说要祭奠我 要我们吃这个饼 说什么呢 说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好像是剥开上面的饼一样 那些饼一样 天地人们 当年 耶稣基督罗 被骂的时候 就拉起这个饼 门徒是吃这个饼 然后祂说 你要祭奠我 用我为你使命 当祂犯了的时候 耶稣基督罗 按着这个饼 就告诉我们 祂说什么 这个血 这是我的血 很有意思 天地人们 祂说 这个是我的血来的 你每次喝的时候 要如去心 要如去的祭奠我 你要吃这个饼 喝这个饼 是表明是主的死 直到祂再回来 天地人们 主耶稣基督罗会再回来 所以祂说什么呢 祂说你们吃这个饼的时候 吃这个饼的时候 喝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要什么呢 要审查吃 如果我们不审查吃的时候 我们得救上帝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就是干犯了祂的身体 昨天那杯 刚刚我跟祢分享的 少罗跟大卫的来往的时候 我们知道很清楚 我们真的是要审查 审查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们真的是把耶稣基督 都带到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呢 当我们不 我们如果我们说 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不审查 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呢 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了 好的 我们再一次回这个杯 祷告 祷告 我们这是公经经的拉起这个杯 我们公经经拿到我们面前 求祢走进我的生命 走进我们的生命 父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血 这个血是一表 也是你的血是救我们一命 让我们离开的永远的救救 要离开的地狱 呼呼 父神啊我们知道 这些话都是属灵的话 我们还能说我们都不明白 如果不是给帮助说 我们也不可能明白 我们现在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 成为是一个被灭敏的人 被赦免的人 从此以后是我们父的人 想让我们感受我们这命令 求你的 求你的爱 与我们同在 求你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感恩 求你的感动 让我们笨拙说你们的道路 不是呢 我们今天祷告是 梦也送给的美朱 那里面我们写到这个对 那我们的上会 祝福大家 祝福小姐 我是 高了高了 你先喝一杯 我先喝一杯 先留個病 為什麼?